第二 做的决定之后呢 我们要紧密的跟进 很多人失败在这个第二点 所以我每次听到年终分享会 年头祷告会 有一个人决定 我决定了 我今年开始 我要跟家人传福音 我决定了 我今年开始 我要带着神的意象去做工 不到两个礼拜 不到一个月 还是我今年开始 我不要再被我的情绪影响了 决定了 这是很好 这是很好的决定 但是呢 后来呢 突然间一个情绪来的时候 也没有赶 也没有捆绑 也没有祷告 情绪来的时候 让自己忧郁下去 让自己埋怨下去 你发现 半年过了 没有不一样 所以 做了蒙恩的决定之后呢 下面 很重要的是要跟进 不然的话呢 很容易成为 三分钟热度 就是有决断 没有跟从 有始无终 所以 有些人呢 这方面我们要 谨慎 因为撒旦是 有时候 撒旦是千方百计的 他有时候千方百计 让我们不要做决定 可是后来呢 我们还是做了决定之后呢 撒旦不会放过我们的 下面还会来 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 撒旦会一直暗示我们 叫我们打退堂鼓 哎呀 太难了 你这条路哦 这个窄门太难走了 不要啦 放弃啦 放弃啦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 我们要先明白 虽然不容易 但是越大的挑战 神的恩典越大 这是你要放在心中的 所以不要放弃 越大的挑战 神背后的祝福更大 神的恩典更大 不要放弃 神看到我们 很难的时候 还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神被我们感动的 那个心啊 更多 所以你看 我们主耶稣 他说那个 那个穷寡妇 他是奉献两个铜钱 哇 这个多么感动耶稣 那个很有钱的人 奉献几百块 不几百万 那耶稣都不管 不觉得怎样 有时候你在很难的挑战当中 你还跟从主 这个是很感动耶稣的 很感动耶稣要祝福你的 所以不要放弃 所以跟进啊 特别在比如说 传福音的事上 牧养人的事上 在与神亲密的 那个节奏的事上 跟进 你今天跟神亲密了 不代表就完事了 明天新鲜的 那个攻击 那个暗示又来了 所以你在跟神的 亲密的节奏上 在牧养人的事上 真的我们要跟进的景 那最后呢 我讲到最后 就是大家喜欢的 你的 我们的蒙恩 跟我们的抉择有关 所以呢 神的原则是 我们 做出了蒙恩的决定之后呢 下面神自然的 按着他的信实 按着他的爱 他绝对会给我们看到证据 他绝对会赏赐我们 他绝对会叫我们 看到我们没有吃亏 我们的信心会成长 所以这里有几个例子嘛 所以这个几个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的 亚伯拉罕跟罗德 他们选择 亚伯拉罕选择跟从上帝 罗德他选择荣华富贵 短期内 近期内 有时候你看 好像亚伯拉罕很惨 罗德大富大贵 但是你看远的话呢 最后我们都知道 亚伯拉罕是蒙恩的 罗德是那个 勉强得救的 我们看到圣经开始对一个例子 我们但以理 他是立志 立志要分别为胜 看起来很可怜 每个人吃肉 喝酒 他只有吃青菜 蔬菜而已 但是我们都知道 他做的蒙恩的决定 带来他下面 成为巴比伦的 首席的领袖 他也侍奉了很多个巴比伦王 虽然他是被抓去做俘虏的 但是他的敌人 这么看得起他 然后给他职位 也不会怀疑他 所以这个是从哪里开始 从不是但以理特别聪明 这个是从但以理 他立志分别为胜过后 他做了蒙恩的决定之后呢 下面上帝给他证据 使用他 祝福他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一直讲男人 先讲点女人 圣经有一个蒙恩的女子 叫做路德 那个路德呢 他是一个外邦人 最卑微的 他是一个寡妇 又是一个外邦人 所以这个是在旧约的年头 这样的女人是不会蒙恩的 又没有地位 又是外邦人 又是一个寡妇 真的是倒霉到不能再倒霉的 一个女子 但是他做了一个最蒙恩的决定 在路德记一章十六节 他说了一句最伟大的话 他跟他的家婆 纳尔米说 你的神是我的神 我要侍奉耶和华 所以他是一个外邦女子 他要离乡背井 他选择侍奉耶和华 然后耶和华呢 最后叫他成为耶稣的 应该是祖母 就是祖先 他成为带来耶稣的那个女子 耶稣的家谱在他里面 所以这个路德 他做了一个蒙恩的抉择 虽然他条件卑微 神祝福他赏赐他 神是信实的 神是 神是 对愿意跟从他的人 是有爱的